首先今天我们的开场呢 就是由我们的第一年段的两位分享人 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这一个班级读书会的实践 那么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两位分享人 那么第一位是许俊明老师 然后第二位是许荣睿老师 那么我在这里呢就稍微先介绍一下 我们的第一位分享人 我们的第一位分享人呢 是来自柔佛巴珠巴霞新加兰中华学校的许荣睿老师 虽然呢只是教书六年啊 可是本着这一个热情呢 许荣睿老师呢就带着他班的小朋友啊 在这一次呢参与了第十三期的全国班级读书会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许荣睿老师 掌声欢迎 好 谢谢依京老师 依京老师好 在线的各位 大家晚上好 我是荣睿老师 很高兴有机会在这边和大家分享 我带领班级读书会的一些心得 在这之前呢我想说一说 为什么我会参与读书会 有三个原因 第一呢实践性高 在听了英谦的分享 也就是上一期教师分享 我联络了他 询问他一些关于读书会的事情 他告诉我说读书会时间性高 时间性高 怎么说呢 也就是说读书会不难进行 他很容易操作 这时我就有点心动了 第二呢是老师们的分享 也是在上一期的教师分享 我听了陈慧宜老师的分享 他说他所带领的班级 有一些特殊的孩子 这和我的班级差不多 我的班也是有一些特别的孩子 陈老师的分享呢 就告诉了我说 要在这类似的班级 进行读书会是可行的 陈老师的分享 像是给了我一个强心针 在这边呢 我借用了林川英老师 在上一期教师分享 所展示的资料 只要有一本好书 一个优质的导师团 一群积极推广阅读的老师 和一场又一场的读书会 那阅读就能遍地开花 阅读就能点亮孩子的心 这也就印证了 英谦老师所说的实践性高 因为呢要带领孩子阅读呢 就只需要这四个条件 好书 导师 老师和一场场的读书会 最后一个原因呢 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我参与了这个读书会 因为在这个读书会背后呢 有一个强大而专业的导师团队 那导师说过 他们的存在是为了提供帮助 不是监督 不是督处 而是集合全国教师的力量 在做一个很美的事情 所以呢在此我也想感谢 所有导师们的无私付出 那就这样呢 我在报名 跌尺的前一天 参与了第十三期的 番级读书会 现在我说一说 我是如何开展我的读书会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流程 首先是前奏 然后呢共读 聊书 活动 延伸 最后是奖励学审核 收读 先反馈 在读书会开始之前呢 我带领大家 理清读书会的概念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参与 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读书会 所以我们就一起讨论 到最后我们得出了 这样的结论 原来读书会是个听故事 读故事 大家一边聊书 一边讨论 然后我们还可以做游戏 完成任务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就希望带领大家乘坐故事飞船 遨游在阅读世界中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复述故事 因为大家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了 所以呢 我想知道他们对这个故事 有没有印象 所以我就带领他们复述故事 说这说这就有人 引起了朱先生摊在沙发上的这个动作 所以可见他是相当记得这个故事的 而且还很有画面 接着呢我们也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 也就是朱家父子变成朱石 妈妈去了哪里 有的人就说在车库修车 那有的人就说买菜 还有的学生说 驾着车去买菜 不过呢就有一位同学 他说 老师不是不是 妈妈回来的时候手里没有拿着菜 所以原来啊 这样的一个复述活动 还能够激发学生的思维 隔天呢 我们就一起共读故事 学生先听我读故事 然后呢 我再邀请他们一起朗读故事 然后我们再一起进行寻租游戏的活动 在这个环节呢 大家都 大概的细节大家都找出来了 不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有些同学已经进入了故事角色 感受人物的内心事件 像是这个在讲到妈妈去上班的情节的时候呢 有同学就告诉我 老师 妈妈在想 他上班会不会迟到 知道会不会被老板骂 可见他已经进入了妈妈的内心世界 在为妈妈忧虑着 然后呢 读到这个情节的时候呢 就有人告诉我 老师 妈妈没有露脸 是因为不要让我们看到他伤心的样子 还有 有些同学还联想到了 安东尼布朗的其他作品 就很像 我爸爸 我妈妈 和他心情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因为这三部作品都是我们在一年底一起分享的故事 我没有想到他们还能够记得这样一些戏 接下来呢 我们还一起聊书 我们讨论了两个话题 第一就是猪家故事这书名是否合适 还有这个妈妈的前后变化 在讨论书名的时候呢 起先 同学们是认为不合适的 他们要取这个猪猪故事啊 神奇的故事啊 之类的书名 他们不知道 作者取这个猪这个姓氏的用意呢 其实是和猪这个性格有关系 那在讨论妈妈的前后变化的时候呢 大部分的同学都能够掌握妈妈在之前和之后的变化 不过呢 这边就有个小小的遗憾 就是我没有带领大家一起讨论刻板印象 这是我比较欠缺的部分 因为我认为这个课题有点深刻 所以我就没有带领大家 其实我是应该要尝试 带领大家理解的 接下来呢 我们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首先是感恩便利贴 我们在班上列出了家人需要在家里处理的一些事情 然后呢 我布置了一个课后任务 也就是让他们回去充当小侦探 然后观察家务事是由谁承担的 然后再写在感恩便利贴上 来给家人一个惊喜 这个是学生发给我的 他们写的感恩便利贴 隔天呢 我们就一起进行塑料水瓶的游戏 我准备了十个装满水的塑料水瓶 然后标上一些家务室 然后呢 再准备三个袋子 如果这个家务是妈妈做的 就放进妈妈的袋子里 如果是爸爸做的 就放进爸爸的袋子里 自己做的就放进自己的袋子里 然后再拿一拿那个袋子 看谁的承担是最重的 谁的付出是最大的 最多的 然后呢 我们再一起 抹手解我心 进行喜欢活动 这边我展示了两篇 比较 写得比较不错的同学的作品 我来念给大家听 昨天我玩了一个游戏 它让我感受到妈妈的辛苦 我终于知道妈妈的付出是最多的 因为她做比我多的家务 如择衣 洗衣 煮饭 扫地 我和爸爸付出最少 我很想跟妈妈说 您辛苦了 我爱您 妈妈 我们不可以一直教妈妈帮我们自己 因为如果有一天 妈妈没有在了 我们要怎么办 爸爸妈妈 我爱你们 还有另外一篇呢 是写他奶奶的 在这个家庭中 我发现了付出最多的人是阿嬷 通过刚才玩的游戏 我体验到了阿嬷 做的家务是多么的多 我觉得我应该帮阿嬷 做一些家务 我会帮阿嬷洗碗 妈桌子 换传单 和折衣服 最后呢 我们就进行了衍生活动 我们一起朗读了 小凯的家不一样了 然后我提出了两道问题 第一就是问他们是否有想到故事结局是如此的 也就是小凯的家即将迎来一个小宝宝 他们都说他们猜不到 第二就是问他们是否有发现作者早已买下古笔 为故事的结局做交代 同学也表示说他们不知道作者早已在前面的部分暗示了小凯的家即将迎来一个新生 这时候呢 我们又在重读这个故事 大家才发现了原来安东尼布朗已经在前面暗示大家小凯的家即将迎来一个新生命 讨论讨论我们也聊到了一些有趣的话题 就很像有同学告诉我 他发现了安东尼布朗很喜欢画动物 每一本故事书都有动物 这个发现相当正确 还有同学说 小凯在做梦 门一开梦就醒了 那可是有人反对 他说安东尼不是在画梦境 他的故事是真实的 那我认为这个学生已经进入安东尼布朗的绘本世界中了 他陶醉其中了 他认为这个是真实的 还有同学问我 为什么安东尼布朗不直接画妈妈在医院生产的画面呢 那我反问回他 那是画医院的画面比较好呢 还是画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让你发现小凯的家不一样了 即将迎来一个新生命 那哪一个比较好呢 这时候啊 我才发现他们已经在和作者对话 学生已经在和作品对话了 老实说这个延伸活动 我是相当不注重的 就想说就是分享一个故事罢了 没有想到我们会查出这么样的火花 所以与其说是他们多听了一个故事 不如说是我学到了不能够小看 也是活动这样的一个环节 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投稿写作 然后呢我再讲一些写得不错的同学 接着我还发了一个问卷 收集他们的反馈 问问他们喜不喜欢这个故事 喜欢哪一个情节 哪一个活动 然后呢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还会要参加吗 大家给的反馈都还蛮正面的 以上就是我进行读书会的整个具体操作 接下来我想说一说文 思考和一些提拔 每次看到我小学生 拖着书包的时候我就在想 他们的书包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书 那这不外乎就是课本 活动本 练习部 作业部 然后一些故事书 一些课外读物 漫画 刊物之类的 那再进一步想 他们一年到底读了哪些书呢 那大概就是课本 以及一些课外阅读 课外读物 那不过呢在上一次听了中国特体教师 张祖庆老师说的一段话 让我相当印象深刻 他说 光靠语文教科书 也就是课本 你的几篇课文是北水车经 看儿童自己大量在课外阅读 也是不太现实的 因此优秀的儿童文学 要千方百计的几经课堂 儿童文学要成为语文教学的主要部分 不是点缀和花絮 儿童文学学习要成为主旋律 因为张祖庆老师说 在传统意义上老师认为把样材教好了就万事大吉了 而张祖庆老师却认为这是万万不能的 因此呢 我觉得老师真的要成为有协助能力的大人 而这个大人呢 是要热爱儿童文学的 这样他比较容易带领孩子 接触儿童文学 张祖庆老师也分享了他心目中 影响的儿童文学教学 精精有味阅读 聚精会神探究 眉飞色舞分享 阅读探究分享 就是这三个方法呢 带领孩子接触儿童文学 最后呢 我想和大家分享徐东美老师的一段话 他说真正的儿童阅读圣经 将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就当每个屋檐下都亮着一盏灯 每个儿童都有爸爸妈妈为自己阅读的记忆 每一间教室都亮起一盏灯 老师就是那个点灯人 每一个学校都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图书馆 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走进童话 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角色和责任 我期许自己也是那个点灯人 我想我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大家d 好 谢谢大家 钟 在那边 一些 再 只 别